历史十大昏庸帝王第七位隋阳帝杨广 朕是昏君 朕怎么可能是昏君 朕的宏图大计岂是你能理解的 朕看天幕你与那些文人一般无二 皆是迂腐不堪目光短浅的庸禄之辈 隋阳帝杨广一生功过参半 只将隋帝国延续了十四年 或许杨广自己也未曾想过 隋帝国会因为自己的野心而耗尽命数 杨广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 促进南北经济发展 开创科举让寒门学子有出头日 开拓西域打造丝绸之路 迁都洛阳盘活帝国经济 此乃杨广之功也 残暴统治抢争科捐杂税 打压一己滥杀大臣 好大喜功频繁对外战争 百姓疲惫不堪 沉迷女色荒废朝政 修运河建都城 人民负担沉重 不听劝谏决策失误 此乃杨广之过也 杨广最终被叛军所示 他的死也标志着隋帝国的灭亡 这小子平日里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心里憋着这么多的弯弯绕啊 你个混蛋 朕的宏图伪劣竟被你揭露无遗 让真日后还如何与那些权贵世家周旋 你这般作为良心不会痛吗 随杨帝并非一无是处 他在位十四年间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业 统一江山 纠通运河 西巡张叶 兴办科举等 这些成就无不表明 确实具有非凡的才能和魄力 但也有三游江都 三驾辽东 滥尸酷行 残酷镇压等恶行 而且在华夏这样极为重视孝道的文化中 杨广所涉嫌的阴谋 博敌 侍父屠兄 偷自己母亲等行径 无疑会让他永远被定在历史的耻辱处上 随杨帝杨广有哪些过失 一 清静奸命 疏远忠良 杨广在位后期明显偏离了起初的明君之道 清静了一批奸诈之徒 在清静奸命的同时疏远忠良之臣 高炯是隋朝的开国功臣 因直言禁见而触怒杨广 最终被秉为庶人忧愤而死 这种清小人远贤臣的做法 是隋朝朝政日益败坏的根源之一 清小人远贤臣确实乃取或之道 不过高炎已经老了思想固化 朕需要一批年轻且思想更加开阔的人来辅佐朕 二 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杨广为了实现自己政治需求和奢侈欲望 他下令开凿大运河连接南北水系 虽然这一工程有利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但过于急功近利不顾名利 导致大量劳动力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还在同一时间段开启了洛阳 显仁公等巨大工程 这些工程所需资金庞大 极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导致民间怨声载道 成为了农民起义的导火锁之一 三 穷兵独武 对外征战连连失利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三征高勾立 对于高勾立的战争杨广并非仓促决定 在此之前他通过巡视边赛 广开护视 竞技灵异 开拓琉球等一系列行动 进一步巩固了国家实力 再随着土域魂灭亡 西吐绝被一分为三 隋朝周围的编幻得到解决 在此背景下就只剩下高勾立了 但可悲的是由于杨广用兵不当 导致隋朝损失惨重 军队几乎被消耗殆尽 这几场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元气 也拖垮了国内的民生经济 最终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下 隋朝只历经二世便早向灭亡了 镇的大隋居然二世就亡了 四 横征暴连罔顾民生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 人民不堪忍受暴政和奸臣的欺压 纷纷揭杆而起寻求一线生机 最终与文化即发动政变 隋朝就此灭亡 多谢天牧先生的教诲 我杨广绝对不再让悲剧重演 每个时代的灭亡都会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无疑杨广留下的大运河 科举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只能说太极工尽力了 不然也是一代明君 倘若正自此刻起悉心栽培杨广 磨砺他的性情 化解他心中的暴力之气 或许也能成长为一位 不逊色于李世民的千古异地 隋扬帝阳广上榜理由 他的志向无疑是旷古绝经的 但他所留下的恶果也是空前绝后的 他的能力 认知 军事才能以及性格 所有的这一切都远不足以支撑 他实现了宏伟的大业理想 过于急躁和浩大喜功 对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尤其是三次征讨高沟离 使国家军力大损 财政陷入困境 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总体而言 他对隋朝繁荣稳定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送一首诗 给隋扬帝阳广 子泉宫殿锁咸侠 欲取吴城坐地家 欲喜不远归日脚 锦翻英事到天涯 于今浮草无影火 中古垂扬有木鸭 地下若逢陈后主 起疑重温浩亭花